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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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自己偷偷來啊? 啊沒有約你你又不來啊 不好意思啊 我說他王姐啊 我現在吃的比較好 爛透了 大鵬 我們半夜加一起來料理 GO GO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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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自拍棒 讓魯特收音充電 不用緩樂 幾天專賣 雙11活動現在也開跑了 11月1號到11月16號間 全館優惠ING 買1111塊 輸入則扣碼 EX111 則111塊 買1111塊 輸入 EX888 則888塊 結帳方式選匯款 帳單總額再則2% 11月11號當天 滿499免運費 假設在雙11活動中 購買INSTA 360 1R 原價11499 在雙11期間折扣後 只要不到10張小朋友 就可以把他帶回家了 極限專賣也是公路旅遊的專家 IG上每個禮拜都會有公路旅遊的資訊 極限專賣 讓你公路旅遊無障礙 雙11放送超慷慨 讓你買完還想要再買 廣告結束了 掰掰 剛從台北市回來北投 也不是回來啦 就是騎到北投 今天算是第一個落腳處 途中台北 YOYO我是魯特 哇 終於來到了 要去宜蘭的時候了 和PVD賽的阿豪老闆說再見之後 我們接下來也準備往台北前進 相信大家如果有先看到其他有土博的影片 應該會知道 這一次宜蘭型的陣容 真低是豪華 因為人數眾多 所以不是住北部的大家呢 也都很有默契的 打算前一天晚上就先到北部集合 住一晚之後隔天再一起出發 那接下來這一趟旅程 要從這一間位於北投的青年旅館 圖中台北開始說起 位於北投的圖中台北 是圖中系列青年旅館 在台灣的其中一個據點 另外在九份花蓮玉里台東 也都有據點 這次來 聽說連日本京都也有了 跟他的淵遠呢 當初會知道是因為之前騎三輪車環島的時候 有去圖中台東住過 發現老闆娘還有小管家人 真的都超好的 所以這次上來台北 馬上想到北投也有一間 第三樓的部分呢是女生 那其他部分呢 假如說你淵玉間不夠 你就可以到其他的樓層去使用 這樣下次來知道要去幾樓了吧 那我們也有其他的分點 萬一你能到台東花蓮玉里 還有假如可以出國的話 我們再去京都玩 京都也有 京都也有 喔所以他叫圖中京都嗎 對他在清水寺旁邊 我好像有住過 真的嗎 真的 哪一個日本妹 不是 我剛才發現一個超北藍的東西 這個 是投幣的嗎 不是 他是什麼 他是手就可以直接伸進去拿的 超北藍的 加上今天的重量級人物 張小胖哥 就住在北投 雖然距離台東分別才三四個月 但還是迫不及待想要見到他 二話不說 馬上就決定要來住在這邊了 甚至還把他拉過來 陪我們大家一起 講幹話 睡一晚 北投酒吧沒有什麼 沒有妹子 那北投有什麼 北投的溫泉 北投沒有妹子 有胖子 欸 就是我 欸我們現在還要等 你拿的是最新的相機欸 我又來炫富 我買了三顆電池 但沒有充電器 他媽的 什麼時候買的 媽的剛剛過來之前去買的 我為了要錄魯克哥 你看多用心啊 特別買新相機 要來拍魯克哥 有點鈍 欸真的有點鈍欸 有點鈍 他要剩十塊 幀數有點差 可能是變很便宜 幸好我沒有買最新的相機 哈哈哈哈 你那大股 媽的真的沒來啊 欸他媽的真的不來欸 對啊真的上次 上次我們就討論到說他不會來 下次可能不會再這樣約了 哈哈哈哈 對 上次我們就懷疑你不會來 真的是放鴿子 結果真的沒來 欸各位這禮拜放鳥了 每天你們就知道 看什麼叫幹話嗎 一見到面馬上延續台東型的傳統 不停的幹話 加上國宴哥還有楊奈哥的加持 一連幹話了兩個小時 還是完全不會累 我第一次看到本人 然後我覺得 跟小方影片上面一模一樣 真的是一模一樣 尤其是頭髮 這好特色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特寫 欸我幫你特寫 我幫你特寫 喔沒有啦 楊奈哥 大家好大家好 欸這就 這個就跟影片上的不太一樣 真的嗎 對 頭髮太長了 真的嗎 跟小胖一樣 明天就去見 明天就去見 最後等到下班的常憲哥 我們一行人才有一起開箱房間 算是很有義氣的一群人啊 終於看到你了 對啊終於看到你了 終於看到你了 欸有事吧 對 他全年認識的好像 我覺得 因為常常看到大家全員到齊 這感覺很可憐 趕終於 欸終於合體了欸 欸那自己認識的兄弟 他全員到齊 這樣很可憐 你們兩個人的臉都好像 我名字第一次被印在這上面了 我真的超感動的欸 現在時間 晚上十二點半 我們途中台北的 工作人員 還在這邊陪伴我們 感謝麗佳 感謝麗佳哥 我現在好狼狽 我們現在人終於雄到齊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上去我們的房間 現在時間 十二點半了 好啦 等一下弄一弄準備了 睡覺了 就期待明天的行程 沒關係 這邊也非常感謝途中台北的西卡大叔 還有麗佳哥 人真的也都超nice的 等我們大家都安頓好了之後 才下班 真的是辛苦了 在回到房間之後 一行人依舊繼續講著幹話 搞到了超過兩點才睡 一早起來 為了捕捉各位的睡姿 魯特6點就起來了 6.5分 好累的 但是我還是起來 準備排名跟著睡一樣 起床後弄一弄整理了一下 就準備出發了 6.46分 剛起床有點狼狽啊 然後今天的天氣呢 是沒有雨的 目前是沒有什麼看到什麼雨 在目前 應該是分成兩批啊 一批從途中台北出發 然後另外一批 等一下會在山西來那邊集合 然後這應該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這麼多youtuber 然後 還這麼早出發的一次 準備出發了 GOGO 你知道我快來 早安 早安 這一趟小胖哥 T媽壞掉了 所以他準備騎這台跟我們去宜蘭 你不要講 等一下真的壞掉 T媽很會壞掉 早上7點出 今天的天氣 無雨 地板為師 整裝完畢之後 陪小胖哥回去牽他的T媽 那我們也就準備前往 今天和大家集合地點37R 不過就在我們跨上車之後 老天爺很不給面子的 下來下來 然後他又把相機放在這邊 然後是我到了 對對對 真的是直接下爆 我真的是厭世到爆 可是雨 雨神一定不可能是我啦 雨神絕對不可能 雨神絕對不可能是我 我覺得我們 剛剛在窗外看沒事 一走出來就下雨 這機率很高 吳特哥還好 可是現在越下越大 我真的越來越陡 懷著一顆厭世的心情 從北投出發 我們準備前往位於山峽的山氣矮 出發之後 柏油路已經變成了全濕的狀態 從GoPro上還可以看到 累積的雨滴越來越大地 從北投 我們騎著台二椅 經過關渡大橋 騎了一小段台六四線之後 從烏谷區接到了台六十五線 北投出發 繞過市區之後 來到了土城 奇蹟的是 當我們上了台六十五線之後 原本全濕的柏油路 就這樣變成了半桿的狀態 甚至 隨著路程越來越往南 也就越來越干了 看得出來 遠方雖然烏雲密布 但是隨著我們抵達山氣矮 雨也跟著停了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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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走族 你才爆走 爆走族 全家都爆走族 全家都爆走族 紫恆爆走族 不是啦 金頭髮真的很帥 那怎麼那麼小 YoYoYo我是Minter 這個我也知道 這個葛我也知道 哈囉各位今天遲到了嗎 哈哈 不是 嗨各位這禮拜放鳥 一次車的我們全部都看到嗎 對對 你看我們有滑胎車 我們有仿賽車 我們有街車 我們有滑胎媽 重點是什麼 我們還有 保姆車 我們還有加港好不好 我們保姆車好不好 我今天的保姆車 對 亞當大 每年都三年到 我就到這邊為止了 哈哈 直接語音信向 全部擺進去之後 直接開會台北 對 滿在的各位 對啊 你看多多相機 一次就再走 聽說又有人管很炸 欸 那絕對不會是我 你要看一下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不下雨了 哇 六千轉 六千轉93.5分貝 六千轉93耶 你這台 我原廠館 原廠館還是 還是比你吵 還是比我吵 對 所以不要在所有改館 就擾民了好不好 是是是 這個 真正擾民的在這裡 屁啦 看了這張還是我擾民 早啊 又來到這邊了 欸我好像沒跟你來過這邊 我們沒有來過這邊 對我沒有啦 我跟你沒有來過 你都自己來嗎 你都自己偷偷來 對我都自己偷偷來 對我都自己偷偷來 啊沒有因為你你又不來啊 啊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我家太少了 我養姚大好不好 喲大 喲大 我超想騎車的 你知道我昨天還去 那個台中看一台車 杜卡迪的 對 我本來是 就是昨天要直接過戶 然後就直接騎上來 真的啊我現金都帶著啦 這是我朋友送 沒有就先買然後騎天 然後再賣 賣不掉啦 翻十萬有沒有 對啊 會變黑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次我覺得很榮幸有沒有 就是看到 就是大家夢想那時候你知道嗎 跟著張小胖去旅行 跟著姚大 然後去改車 跟著亞當去打槍 跟著小偉 去看咩 我們休息的差不多了 我們要繼續往內灣前進了 走出發 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 出發 無聊 今天也很感謝亞當大還有姚大 開著保母車 魯特覺得有保母車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騎長途常常騎到很累 通常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背著重到不行的包包 把裝備放到包包裡面 丟到車上之後 整理完包包 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到了37來的時間 大概是8點出 當然我們卻是在9點半 才收起舌頭準備出發 就可以知道 跟著一群拿著攝影機出門的各位 話題永遠是源源不絕的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很簡單 就是騎到宜蘭 打算從台3線經過內灣到余老之後 從御豐部落附近 接到北橫的80大橋 再從80大橋往宜蘭前進 出發之前一行人還在討論 到底要從台3還是台7出發 接到北橫 因為怕7的天氣不佳 最後還是決定走台3線過去 一行人超過10台車 就這樣浩浩蕩蕩的出發了 其實在台3線往內灣的路上 在這邊魯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不是雨停了 也不是太陽出來了 更不是風景 可是 從剛剛見面到現在 其實很多youtuber 我是第一次見面 不過雖然說是第一次見面 但彼此就好像認識很久一樣 因為網路的發達 讓我們可以在現實世界見面前 就先透過這個人 他的影片 他的言行舉止 認識這個人 所以在37R的當下 其實我們這群愛騎車的騎士 每個在剛剛見面的時候 就超high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8點出到37R 卻聊到了接近10點才出發 所以我們停了下來 等指橫哥綁好 又是一陣幹話 早安 我們又回到了 金光閃閃的台3線 好金光啊 我們現在在台3線的 不知道哪個地方 那麼多人一起出門 一定會有人突然不見了啦 欸不是 可是我越騎怎樣 我心情越好 唉唷 真的喔 因為沒有雨 所以你看 我一定不是雨神啊 看來等一下 雨神絕對不肯住喔 上北橫 如果真的沒有雨 朱大太陽 我就從你 把你從雨神封號移掉 我前兩次去北橫 都沒有雨 就這兩次 兩次很夠了耶 北橫超常下雨的耶 沒有 北橫這個時候的東西是下雨 對啊 如果這時候沒有下雨 欸 我就是Sunny Boy 好不好 Sunny Boy 早安 早安 這是我們的張培還有小雨 你們到底是從哪裡 遇到那麼多水貨的 那就不知道 可能跟我一起帶散 其實就遇到了 那個體質就容易遇到 剛剛底應該直接在前面那邊而已啊 喔 前面那個路口啊 就那個路口 欸我記得他旁邊是有一個水溝 對就那邊 就是前面那一個 你可能會掉擠頂安全帽 撿一下 對他會擠安全帽掉在水溝 擠安全帽的台三線好不好 哈哈哈 台三線撿一下 總共出門了 走我們出發 走我們出發了 然後繼續在那邊吃東西 哈哈哈 雖然子恆哥停下來綁後包的時間 大概只花了不到五分鐘 不過我們卻在路邊 待了將近三十分鐘 不是為了等他 而是為了講幹話 繼續出發之後 我們騎著台三線 經過龍潭 太陽公公已經出來了 如果這時候你看到我們 一定想像不出來 我們在剛出發的時候 是淋著雨從北投出發的 所以到了這邊 魯特暫且就把小胖先歸類在雨神族吧 畢竟一離開他的地盤 雨就停了 相信這個分類也算是公平公正公開合理的吧 繼續往下走 經過關西了之後 太陽有夠大的 天氣也開始變得炎熱起來 到了120線道的時候我們左轉 準備往內灣前進 停紅燈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種錯覺 就是 感覺自己有點像在做夢 因為眼前的這群人 每一個都是在網路上 赫赫有名的騎士 如今竟然可以跟他們一起騎車 甚至在接下來的三天裡 都要跟這群人一起共渡 從一早北投厭世的心情 到了這邊像是在做夢的心情 起伏算是蠻大的啦 不過我相信這種心情的轉變 除了天氣變好了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為今天有幸跟著這群騎士 一同出遊 轉進了120線道之後 因為這一天是在中秋連假後的下一個禮拜 也正值國慶連假 所以車子 也真的是多到爆 加上如果你有去過內灣 應該就會知道 120線道 這一條路 真的是蠻小條的 所以騎起來真的是蠻累的 最後我們決定 停在路邊 把外套脫下來 順便等一下後面的夥伴 在這邊 我們又開啟了 鋼化模式 其實距離我們上一次休息 才隔沒多久而已 因為今天車真的太多了 連假第一天 越往南騎 天氣越來越好啊 這是我們一個騎到會往生的連 然後人超多 北投之後 一路天氣越來越好 對 可是隨著天氣越來越好 車也越來越多 對 車也越來越多 超煩的 我開始看到連假車跑 真的 準備要往北橫前進 然後等一下應該會先去吃個魚老臭豆腐 繼續啟程 我們繼續騎在120線道上 但是在不到30分鐘之後 我們又停的下來 在中油兼10站 我們停下來把油補滿 因為等等的路線 在經過魚老之後 我們就會接到北橫 而在北橫上 是沒有加油站的 所以在這邊必須要把油量補滿 不過在之前的影片中 有觀眾提到 北橫在最近 巴林那附近 會開始新蓋一間加油站 這除了對當地的居民來說 是一大福音 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件蠻開心的事情 因為光是這兩個月 魯特就經過80超過64了吧 所以如果在北橫上有加油站 而且是不用繞路的加油站 除了可以讓旅程更方便 行程的安排上 也可以更單純 不過因為要為了加油 而多繞了很多路 為什麼騎機車的近視馬步驟都不是 不出版的路道 因為對我們來說 騎那條路 騎那條路 喔就是路道 對就是路道 是結那個肉餅頭的影片下 我們這集可以 肉餅頭我到底可不可以放 我們這集可以 避著肉餅頭 我會有個問題 只要自己提高就好 真的用了 可以打馬賽克 你幹嘛一直靠他屁力 抓到 先行飯 這個拿去延長湖架一下 他越來越不靈活了 各位這禮拜原地結婚了嗎 各位這禮拜炸街了嗎 這次在加油站的幹話 大家變得比較有默契了 不到30分鐘的時間 加完油整理完裝備之後 馬上就準備出發了 出發之後 我們從120線道上 右轉 接到了主60線道 這條路線 魯特之前在一日司馬庫斯的時候 也曾經來做 在經過幾個名隧道之後 路會從原本大條的路 縮減成沒有標線的產業道路 其實在經過名隧道之後 可以看見車子其實已經少了非常多了 不過隨著我們離魚老觀景台越來越近 路也會變得越來越小條 到了後半段 甚至還有很多髮夾彎 如果我經過這邊的朋友 切記 盲彎不要超車 在這邊除了盲彎不要超車 到了盲彎前 魯特建議你還是殺個車 因為就算你不盲彎超車 在廉價這種多車時刻 對象的車還是有可能會衝著你來 所以騎乘在這段路的時候 還是要多多注意 最後我們騎完主60線道 來到了魚老觀景台 打算在這邊吃個魚老臭豆腐當午餐 免得小胖哥又說 沒想到跟整群YouTuber出門 一天只能吃一餐 那在這邊很開心也看到了 小胖頻道的條仔咖 巴拉格 今天他也非常有義氣的 準備陪我們騎到巴林大橋 不過因為隔天他還要跟家人聚餐 所以這次與他相處 只有短短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少了你我的頻道 沒有怎麼樣 但是多了你我的頻道 真正日上 我要跳草了 小胖吧 再見 騎125 然後旁邊15台CV1000 我突然覺得我不應該賣掉 後悔了吧 後悔了吧 然後照片裡面看不出我的車 因為全部被擋住太大台了 他還會這樣 這是一個很正常健康的一個那個 你不要那個表情喔 你那個表情就是你怪怪的 他教的 那我不意外啦 其實蠻涼的 但是我現在是超餓 我剛剛還會冷嗎 不會 一路這樣騎上來 五里那次我11度都穿這樣子的對不對 對 可是我剛剛為了一個白癡的問題 我問說這邊有7M嗎 沒有這裡沒有7M 抱歉 還是有全家 這裡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們GoPro掉了 我們黏那個黏土吧 阿剛剛那掉了 有 又撿回來嗎 阿有怎樣嗎 小擦桑 我以為你要拿出來給我看 結果你只是要耍帥 已經夠帥了 會講話 很多觀眾說我來這邊 之前經過這邊的時候 都沒有來吃臭豆腐的 現在就來吃好不好 一個人一份 點起來 我想如果大朋友來的話 他應該會和我一樣 現在獨自一個人坐在這邊 吃了這個臭豆腐 其他人全部都在下面 玩遊戲阿當大 你有吃過這個嗎 沒有耶 那你試試看 美國應該沒有臭豆腐 有 可是不能很臭 因為你太臭 靈居會抗議 靈居會抗議 有台灣菜做臭豆腐 滷的炸的 可是不能太臭 賣得好嗎 只有台灣人吃 可是台灣人都說 欸不夠味道 喔不夠臭 不夠臭 因為他說怕被罵 怕被反應 好我就等你吃第一口之後 看你的reaction 是嗎是reaction嗎 reaction 對reaction 喔 怎樣 如何如何 有夠臭 喔夠夠臭 我上次來就吃到香腸 臭豆腐 我記得沒開 所以這次 是會下雨嗎 下雨阿 喔是因為下雨喔 喔那雨神今天就很知道是誰啊 如果等一下北橫有下雨的話 欸欸欸欸 你不要在這邊挖這個坑 哈哈哈 辛苦咬大了 今天沒辦法騎車 我一點都不辛苦 你知道我在坐車 我在爽 你在坐車 還有冷氣 對我剛才坐到最早 如果你等一下回到台北 沒有下雨的話 就繼續坐車 喔繼續坐車 喔繼續坐車是 OK 遇到滑胎車的車友 欸為什麼這個是這樣 好浪漫喔 這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所以沒有打發亮聲嗎 有啊 喔有啊 我不踩煞車還是有 不踩煞車還是有 不踩煞車還是有 對還是有 這應該是車子在傳達某一種訊號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啊 不用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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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不要打廣告啊 這台三十五萬 喔三十五萬是 三十五萬 倒衰 女用車 沒錯 也很舉白也很舉白 下雨天不騎 小心騎 掰掰 你休想擺脫雨神的封號 這裡很難得到這邊還看得到太陽 等一下到北河你就知道了 目前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還OK 好啦 我們現在臭豆腐也差不多吃完了 等一下往宜蘭前進了 待會見 欸魯特哥你不要學我好不好 講回來坐在這裡怎麼回事啊 走我們出發 我覺得好累喔 好累喔 好想回台中喔 吃完臭豆腐我們繼續啟程 因為在一開始問路時 在雨老觀景台這邊 其實是要右轉 往司馬庫斯的方向 再到司馬庫斯前 接到逐六十之一線道 也就是御風道路才對 但魯特一直是以為往左轉 所以就跟大家說要往左轉 結果沒想到是要往右轉 一行人就這樣 又被我誤導回內玩 才發現騎錯路 尤其是騎在最前頭的 小偉查克歐文 這三位可以說是今天 三進三出 雨老觀景台 最英勇的騎士了 整整騎了超過一個小時 還在雨老 不過魯特也因為報錯路 又多了一個奇怪的綽號 報錯爐 以後你就叫報錯爐 剛才我剛才這超北藍的 剛才塔克問我路 然後我給他報錯路 所以他們現在往另外一條方向騎下去了 而且他們兩個用標的 紫痕對不起 他們剛剛用標的 對他們用標的 紫痕對不起 沒關係 生氣生到黑髮都長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報錯路嗎 都來到雨老了 直接去宜蘭有什麼好玩的 新竹 西濱 台東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去司馬庫是走完步到時候 花蓮宜蘭 這才是要去宜蘭好不好 正希寶啦 去正希寶爬山 正希寶沒去過吧 沒去過嗎 正希寶沒去過 但是倒是有看有人 我們又要結他影片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次是第一次跟芭拉見面 所以我很期待 我很希望他去宜蘭 可是這一次 他卻說他沒辦法去 為什麼 明天家族聚餐 我要吃飯 我要吃好了 中秋節沒有家族聚餐 等一下芭拉是我的 芭拉是我的 你不要搶芭拉 你走開啦 那你在推他吧 為什麼你是推我 為什麼沒有中秋節就聚餐 家裡的人都是服務業 不好喬時間 就不好喬零假 他其實是不想跟你走 你還看不出來 對不起 欸沒有沒有哪邊又推我要收我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也一直弄喔 你也一直弄喔 但容量這樣夠嗎 我有十幾張記憶卡 可是你環島十幾張這樣錄下來 夠夠夠 夠嗎 環島那個記憶卡錄 第一次去的話是七天 七天的話錄到第八張 你這樣錄回家也是一千多G吧 沒有沒有最多六百G而已 所以我們在想環島要怎麼錄 開車啊開車環島 喔是這樣子嗎 然後輪流開 在這一波操作失敗之後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2點 看來北橫有可能是要摸黑起了 從新竹要到北橫公路 這一趟我們選擇騎在這條 千層路轉的主六十之一線道 也就是御峰道路 從主六十線道上 我們就可以接到這條御峰道路 全長大概20公里 在經過御峰部落之後 正式進入桃園內 跨過了桃園線界之後 會改為桃113線道 繼續往下走 會切回北橫上 來到巴林大橋 那御峰道路的前半段 就是非常不親民的 連續下坡法夾灣 目的就是為了下跌到 御峰溪的河谷旁邊 鹿的兩旁 除了三櫻花 整鹿上最常看到的植物 應該就是鹿竹林了啦 所以可以看到柏油鹿旁 還散落著一些乾枯的竹葉 加上柏油鹿本身也有一些坑洞 所以騎在這邊還是要小心 很可惜的是 今天到了這邊的光線沒有那麼明亮 雖然有陽光 但感覺隱約還是被烏雲擋住了不少 往下騎了大概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御峰大橋 這座橋是連接馬里光 石壘部落的主要橋樑 跨越大漢西的上游 從雨老的方向過來 如果過橋的話 就會接到石壘道路 聽芭樂說 路況非常的不好 不過魯特到了這邊 其實是還蠻想要走走看 路況不好的地方 不過最後因為隊伍中實在太多人 所以只好作罷了 在這邊停下來飛一下空拍器之後 準備繼續騎乘 到了這邊的路線 我們繼續往北橫的方向前進 如果是過橋 我們會接到石壘道路 再到了北橫時 會是在過了巴林大橋後的位置了 最後我們決定騎在御峰道路 在過了桃園線界之後 轉變成桃113線道 繼續往北橫前進 其實從竹六石接到竹六石之一線道後 再從雨老下跌到御峰溪的時候 就可以隱隱約約看見溪谷的河床了 而從御峰大橋出發 接下來的這條桃113線道 整路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在我們右手邊的大漢西 那整條113線道路況其實算還不錯 路很平整 騎起來算蠻舒服的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騎在上面到了某一個路段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113上面往下看 直接看到巴林大橋還有巴林舊橋 如果你跟魯特一樣 經過這邊都是走著那一千零一條路線 也就是北橫公路的話 那這條路魯特非常建議你去走一趟 因為那種感覺就像是 我們騎在整條北橫公路的上方 有一種我騎在空拍機上面的錯覺 因為邊騎就能邊看見 這兩座橋就在你的正下方 隨著越來越接近北橫 我的心情也就越來越興奮 不是因為終於可以休息了 而是因為我終於可以擺脫雨神的稱號了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了巴林大橋了 剛騎的那段我不知道叫什麼路 可是我覺得蠻漂亮的 就是騎到一半的時候因為比較高 然後就可以直接往右邊看 就直接看到下面的河床 還有巴林大橋和巴林舊橋一起看到 而且是從上面往下看 騎到這邊的時候我就問了一下巴拉說 我們剛才應該是從上面那邊 這邊然後往這邊看下來吧 然後巴拉說對 這超漂亮 回去Google一下看那條是什麼路 再跟大家說 欸來來來來 這位 這位還有這位 早上出門的時候說 上北橫 如果真的沒有雨 出大太陽 我就從你 把你從雨城封號移掉 北橫有下雨嗎 沒有啊 所以我是什麼 但是我說要出大太陽你才很聰明 有啊有大陽啊 那邊啊 在那邊啊 還沒有到士林溫泉 變候選好不好 好候選降監降級 還變情神 不然現在沒有人啊 我是候選 大鵬大鵬 你來大鵬 哈哈哈哈 你給我講過大聲 大鵬是把蠟 是把蠟說的啊 剛剛把他講最大聲 大鵬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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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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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服放你 我們只是騎去不同地方 繼續幹話 對 騎車不需要理由嘛 騎車不需要理由 騎車需要幹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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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張給你出 那一張給我出 人好好喔 吃個東西又是半小時去了 繼續出發之後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4點 後半段的北橫 在過了巴林大橋後 天氣狀況越來越糟 柏油路也越來越濕 天色也越來越暗 原本今天的計畫 是要去四棱溫泉走一趟 不過因為天氣因素 加上時間的關係 所以只打算到四棱溫泉的入口處 拍一下 證明我沒有經過 我們現在在四棱溫泉 的入口 然後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下午4點多了 今天就沒有打算要下去了 原本排的行程 是中午12點下去的 四點多還會想要下去嗎 這個天氣我可能 我寧願去旅館睡吧 去旅館 哈哈哈哈 這邊剛好有人上來 好好好 58.5K 58.5K 想要來四棱溫泉的 記得這個 58.5K 就是告示牌 旁邊的這個路 好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去完四棱溫泉了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飯店 聽說今天晚上是吃火鍋 好啦 今天我們來吃飯了 麥布 離開四棱溫泉之後 因為接下來天色暗了 加上整路都在幹話 沒發現我的GoPro沒電了 竟然忘記換電池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到了今晚的民宿 第一天你有什麼感想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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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臉都垮下來了 還不錯 幫我說什麼 爛透了 哈哈哈哈 最後由亞當大 小胖哥 昌憲哥還有我 組成的打飯班 出去採買火鍋食材 回到民宿開吃 走 我去煮菜 各位這邊 我喝了嗎 第一天的行程 到了這邊也接近了尾聲 從在北投出發時 雨戰的堵 你直接下爆 我真的是驗屍到爆 雨神一定不可能是我 可是現在越下越大 我真的越來越抖 到台三線的祥建歡 雨老觀景台的不停幹話 北橫的好天氣 一整天也是挺歡樂的 大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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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和各位大佬們見面 真的非常開心 明天 我們即將前往太平山 體驗魯特騎車以來 最自虐的行程 至於為什麼是自虐呢 我們就下集揭曉啦 終於有人良心發現了 終於有人良心發現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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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